美女平安 欢迎大家我们一起来到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一起同心的欢呼 我们一起来欢呼 一起来庆祝 主啊在他为我们所舍弃的 天父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敬拜你 主啊就求你的灵就大大的充满这个地方 好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扬声欢呼 我们来赞美我们的主 你是自家的大能 种家属为我灵魂 你很远是我被坚冲 叫我生命我自尝尘 救主 用我来你的能够灵魂 天父我 皆敬我 为神做你门徒 救主 再欠我去穿养你的爱 送你爱ung ini abong 住 这辈子乐 借你合一教会 自我信息卷调 在你反 ludzi兜了 Oh,主在祢凡事都能 祢是自家的大能 终家赎回我灵魂 祢恩怨时我被牵着 叫我生命过自长层 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 坚固我解禁我为神做祢门徒 求主再牵我去传扬祢的爱 以爱拥抱城市 见祢和祢交配 赐我信心悬道 在祢凡事都能 Oh,主在祢凡事都能 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 坚固我解禁我为神做祢门徒 求主再牵我去传扬祢的爱 以爱拥抱城市 建立何以交配 自我信心悬道 在祢凡事都能 Oh,主在祢凡事都能 自我信心悬道 在祢凡事都能 Oh,主在祢凡事都能 主啊感谢祢在祢凡事都能 主啊在祢没有难成的事 天父我们感谢祢 主啊聚集我们在这里 我们来庆拜祢 主啊愿祢的圣灵 主啊神就大大的来充满我们 主啊也大大的来充满我们 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 主啊我们仰望祢的时候 主啊我们就看见祢的人面 我的心唯有你 我的力可慕你 我全人献给你 一切心赞美你 举双手请拜你 神神说我爱你 我的臣我的主 我可好请敬意 我的心唯有你 我的力可慕你 我全人献给你 一切心赞美你 举双手请拜你 神神说我爱你 我的神我的主 我渴望请敬意 充满我 我的心唯有你 我的力可慕你 我全人献给你 一切心赞美你 举双手请拜你 神神说我爱你 我的神我的主 我渴望请敬意 充满我 充满我 教会我 是我灵的满意 充满我 接近我 更新我 充满我 自认我 让你爱来 围绕我 我一生我一世 属于你 充满我 教会我 是我灵的满意 充满我 接近我 更新我 充满我 滋润我 让你爱来围绕我 我一生 我一生 属于你 我一生 我一生 属于你 罗马书第八章 三十八到三十九节说 因为我深信 无论是死 是生 是天使 是掌权的 是有能的 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 是低处的 是别的受造之物的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主 基督 耶稣里的 每个心房 为我承受 恩典如何 四面环绕 每个心房 为我承受 恩典如何 四面环绕 主耶稣 祢永远如此 深爱着我 释迦上帝和地说 告诉我 祢永不放弃我 主耶稣 祢永远如此 深爱着我 无论是生命或死亡 困苦 患难 逼迫 都不能 叫我与祢爱隔绝 你的保险 为我承受 恩典如何 四面环绕 你的心房 为我承受 恩典如何 四面环绕 使我受 恩典如何 四面环绕 你仍拥抱着我 主耶稣 祢永远如此 深爱着我 释迦上帝和地说 告诉我 祢永不放弃我 主耶稣 祢永远如此 深爱着我 无论是生命或死亡 困苦 患难 逼迫 都不能 叫我与祢爱隔绝 何能唱后 何能高声 天理的多高 你爱多好 何能唱后 何能唱后 何能高声 天理的多高 何能唱后 何能高声 何能高声 天理的多高 何能唱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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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能唱飞 为于祢 万民 请拜祢坐前 所有的荣耀 为于祢 荣耀 荣耀主耶稣 荣耀归于祢 全品归于祢 遥遥一座我 从今世到永远 荣耀归于祢 全品归于祢 愿松赞 永远无提醒 愿松赞 永远无提醒 所有的荣耀 归于祢 万民 请拜祢坐前 所有的荣耀 归于祢 荣耀 荣耀主耶稣 再一次 所有的荣耀 归于祢 万民 请拜祢坐前 所有的荣耀 归于祢 万民 请拜祢坐前 所有的荣耀 归于祢 荣耀的荣耀 所有的荣耀归于祢 荣耀 荣耀主耶稣 荣耀 荣耀主耶稣 主啊 我们感谢祢 所有的荣耀都归于祢 主啊 这是何等的美 主啊 祢看见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向祢敞开的心 主啊 今天祢的灵就大大的倾倒下来 主啊 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 主啊 祢的灵就亲自的来感动我们 主啊 我们感谢祢 祷告是奉耶稣的宝贵圣明而求的 阿们 好 各位请坐 感谢赞美神 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主 因为我们的主真的已经配得那个大荣耀了 我们今天来赞美祂真的是何等的美 谢谢敬拜团带领我们的敬拜和赞美 我们今天又开始新的系列了 我们九月份呢 孩子们该开学的都开学了 然后该上班的也都上班了 玩完了暑假该回来的也都回来了 所以呢 我们要真的是把心来调整一下 所以在调整的时候我就在想 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的PPT呢 可以帮我翻出来吗 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哪一天 你觉得在你所有的生命当中里面 你最重要的是哪一天 哪一天啊 受洗那天 结婚那天 生命当中最重要的 Time is now 就是今天了 一定是今天的 因为你今天如果不去重视它 马上就变成昨天了 对吧 然后呢你还说等明天等明天 明天一会又变成今天了 所以如果你不去把握的话 都会成为前天 所以你会发现 哇 这个系列我们给大家定的主题 就叫把握今天 很多人会说 尤其是在我刚学英语的时候 就会听到这样的谚语 就是说 昨天已经是history了 昨天哪是无法改变的 明天呢 尚不可知 所以呢 That's why we call 今天是present 是一个礼物 今天是一个礼物在我们里面 如果趁着我们还有今天的时候 我们要把握今天 这就是这个系列 整个九月份的主题 那么 当我拿到这个主题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面就有一段经文 他是这样说 雅各书四章十三节 可能你看不太清楚 我来可以帮你读 他说 你们有话说 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 在那里住一年 做买卖得利 其实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你们只当说 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 也可以做那事 现今你们尽以张狂夸口 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 人若知道行善 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 那就在经文里面 特别的讲到是说 我们的生命究竟是什么 今天我们不要因为说 我们所有拥有的一切也好 全事也好 或者你甚至明天的机会 你可以去夸口 人不可夸口的 今天我们能来到这里 我们只会说 主若愿意 我们今天活着 对吧 今天是主若愿意 我们今天可以来敬拜他 可是主愿意了 我们今天活着 我们活着不是为了 及时行乐 我们活着是为了 及时行善 因此我们说 圣经里面或者基督教 或者一个真正信主的人 他讲的行善 跟佛教或者其他宗教 讲的积德不是一回事 那么这怎么究竟如何不同 其实我们去年和前年 在雅各书里面讲过 因为现在都有录像 我就不回去赘述 可是我想今天 那不是我们讲的重点 今天我们重点 主要是让大家知道 圣经所说的 用我们的生命去行善 或者去做善行 它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要把目光放在这个善子 就是什么才是善 就是做和神心意的事 因为善恶只有夜华 它才能区分 当人犯罪那一刻 人就没有办法区分善恶了 对吗 所以我们所谓的说 行善就是行在神的心意里面 因此神给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都有一个呼召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一副所书四章一节 一二 我为主被求的 劝你们既然蒙昭 行事为人 就当与蒙昭的恩相称 他说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都是神来招我们的 如果我们蒙昭了 神呼召我们了 去做什么 我们通常就问 神招我们做什么呢 所以要让我们与蒙昭的恩相称 所以说对了 刚才雅各书也讲 就是让我们去行善 所以说 那很多人弟兄姐妹就问说 神跟我说啥 要做啥我不知道 其实圣经里面以前说得很清楚 从旧约到新约 我们的神从来没有变过 旧约里面 弥加书先知就告诉我们说 世人呢 烟花也指示你们何为善 就是要怎么样啊 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我们的神同行 所以你要知道 真正什么是善 可能你不容易发现呢 这个世界会给你很多扭曲的价值观 可是最重要的是 你要与神同行 与神在一起的时候 神就会告诉你 什么是公义 什么是怜悯 然后你就自然都谦卑 你的心跟神在一起 那么旧约或许只是一个影子 新约 就我们完全看到了 神的心意是什么 什么叫与神同行 什么叫与神同行 就是耶稣基督 他道成肉身 来窝到我们中间的时候 他证明了他是神 对吧 他怎么证明他是神 不光是通过他的神迹 最重要的是他死而复活 证明他是神 所以他说他复活之后 他说他依然和我们同在 是赐下圣灵跟我们同在 那怎么同在呢 就是我们作为教会 是他身体 耶稣是头 我们怎么与神同行 就是听耶稣的话 对吧 耶稣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耶稣在世上要做什么 通过我们一起来做 行出来 这个就是与神同行 所以我们就不得不 谈到说什么是教会 大家都说 哎呀礼拜天了 我要去教会 也有人说 我要去教堂 那么好像教会是什么 16293104这个地方 应该不是啊 这里确实是教会 可是这里什么时候是教会 就是有聚集的人的时候 所以什么是教会 按照教会原文的定义 就是一种集合 呼召出来的人 所以我觉得英文特别好好 就是God's people called 神呼召了我们这群人出来 神呼召了我们这群人 要听耶稣 这个头是耶稣啊 一定是耶稣 他呼召我们 将我们分别为圣 今天我们能够放下手中的功 来到教会 就是分别为圣 对吧 我们不去忙碌世界上的事 我们来到神的教会里面 来听上帝要在他的教会里面 说什么 那么神呼召我们出来分别为圣 去做什么呢 我们人通常是说 如果人安静不容易 听神的声音不容易 让你去做容易 对不对 可是你还是要安静先听神的声音 神召我们怎么召我们 你要知道神怎么召你 你可能就会清楚地知道 神要你去做什么 所以我们来看 在一副所书 我今天的主题是生命的呼召 神教我究竟做什么 好我们来看一副所书二章的一到二节线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 请 是在罪恨之中 他叫你们活过来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现尽在悖逆之子 心中运行的邪灵 圣经说得非常清楚 他说神是在死亡当中 把我们招出来 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 每一个真正信主的基督徒 你一定要很清楚 自己的状态是什么 就是我们曾经是在死亡当中的 我们不愿意听 我怎么是死的 我挺好的 你知道吗 那么多人他们都没反应 就我信主了 我们家人我是第一个 你知道吗 就我能回应神的话 不是 我们若非有神的呼召 我们活不过来 我们曾经都是在死亡 我们是死在罪恶 罪犯罪之中的 过犯罪恶之中的 我们是在那个里面 不知道自己是死的 除非你活过来了 我要这么说 除非你活过来了 除非你从那个状态里面走出来了 否则你不会知道自己原来那个状态就是死亡 所以真正经过那个死因幽谷的人 他能够看到生命的那个光 他就知道说 原来我是活着的 可是很多人说 我没有这个经历 那我就不活了吗 不是 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经历 举个例子 比如说 很多人就说 我也不知道为啥 我第一次来教会的时候 我敬拜的时候会哭 忍不住 特别是男人 很多弟兄他们很刚强 可是敬拜的时候忍不住 自己会流泪 我就会告诉他 你知道吗 那个就是你有灵的一个标志 你是有灵的 信号中断 我这信号不能中断 你是有灵的 很多时候当我们在死 我们说的那个死并不是肉体的死 是在属灵状态的那种死 一种没有神的生命的状态 那种死是什么呢 就是你好像活着 可是你的生命里面 如果谁问你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你答不出来 所以利弗托尔斯泰 我原来是学文学 利弗托尔斯泰有一句话特别触动我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清楚 他说当我没有思考人生意义的时候 我生活得很有意义 但一旦我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 我就不得不呼喊上帝 就是人在那种状态的时候 你不去思考你不会觉得 当你一旦思考的时候 你会说我活着吗 我为什么活着 你的价值在哪儿 你会发现没有神的日子是虚空的 你追到的东西全都是捕风 你认为那个是有价值的 你追到还是不能满足你 所以这就是一个没有神的状态 我们就说一个属灵的死亡的状态 为什么这个死亡要这么恐怖呢 因为这个世上没有人会逃过死亡 对吧 所以在我们在那个死亡状态的时候 神把我们呼召出来 那一个才是真正的救赎 所以在神呼召你之前 在你认识神之前 我们每个人都是被一个暴君统治着 你可以想象吗 就是死亡它像一个暴君一样 它真的就是控制你 控制到是说 你去追求追求追求 最后还是死亡 你根本没有力量去反对它 你根本没有力量去改变这个状态 那么这个就是人 在认识神之前一个状态 你承认或者不承认也好 你就是在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从空中的掌权者 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你不知道 今天跟你说人必须瘦成A4 你就拼命地去减肥 今天跟你说人一定要有一个多少 孩子一定要上哪一个学区 才能有好的大学 你就拼命地攒房 攒钱 买房子要买到那个学区 你不知道 你做的所有的事 都是在随从今世的风俗 而现今生的风俗是什么 这个是顺从空中的掌权者 真正的那个掌权者就是邪灵 很多人说真的有邪灵吗 真的有 真的有 你要相信神是真实的 你也要相信邪灵也是真实的 那不要这样说 你就会害怕 哎呀那是不是什么都是灵 这个事呢 你要怎么知道呢 我们这个月就开始得胜生活 成人主义学里面 我们特别会去讨论这些 没有办法在讲道里面 去详细谈的东西 你也可以去问你的问题 那么我们基督徒如何去 真的靠着神的灵 去战胜这个今世的风俗 去过一个真正有神的生活 这才是一个解 就是你的生命里面又有神 要与神同行 否则 神招你出了死亡 你又回去死亡里 跟他们一样生活 神说这是不对的 圣经里面也这样说 他说 第三节目一起来读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 放纵肉体的私欲 随着肉体和心中的喜好去行 本为可怒之子 和别人一样 他说你想一想哈 保罗写信给以弗所 我们刚读完提摩台 你也知道以弗所是什么状态 他说你知道吗 我们这些人应该不一样了 从前我们都是那样的 从前我们都是在死亡中中的 从前我们跟那些不信主的人 也是一样的 放纵肉体的私欲 随着肉体的邪情和喜好去行 那我就做了一个图哈 大家好像特别喜欢我做这些图 你有欲望 这个欲望是天生的 是自然的 对不对 可是圣经说 我们如果放纵这个欲望的时候呢 这欲望使人就开始放纵你的肉体 你不去控制你的罪 你就要放纵你的肉体 放纵肉体最终影像是什么 死亡 所以死亡它是怎么统治我们呢 不是说上来就让你死 就是统治你 它就是让你随便放纵你的欲望 没事 你过着没有神的生活吗 没事 你的灵没有活过来吗 要灵干啥 你就顺从你的肉体 该咋满足咋满足 使徒保罗说得特别清楚 如果人死了就是死了 没有复活这档子的事 那我们今天就吃喝快乐吧 啥也不做 但是人真的是有复活的 耶稣真的是复活了 门徒真的是知道 神是神 我们就要去敬畏他 我们不要去放纵肉体的思路 所以门徒才写下了这样的话给我们 让我们真知道是有盼望的 我们的恩招是何等的指望 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 所以邪灵它是什么 它扭曲人的思想 扭曲人之后 就让你自然的就进入了死亡 这就是死亡如何控制我们 人犯了罪 每一个活人 看上去的活人 就活成了活死人 没有目标 没有生活 那么那种 那种 无力挣扎的样子 是什么呢 这个经文说 本为可怒之子 可怒之子 就是当人在那种生活状态的时候 不自知 还放纵自己的肉体和情欲 不愿意承认有神 然后就说 神跟我什么关系 我今天就是要及时行乐 我该怎么想 怎么想 我就怎么舒服 我就怎么去做 甚至 其实对抗死亡那种 无力的挣扎的时候 你会发现吗 很多人对抗死亡 无力的挣扎 那保健品都一屋子一屋子的 那是啥 那个就是对抗死亡的 无力挣扎 真的 在那种状态的时候 没有人去恋请他 说你其实 你对抗不了死亡 死亡在统治你 你的一切的行为 都是因为恐惧死亡而造成的 你知道吗 有一位神 他战胜了死亡 就是耶稣基督 这就是我们该传福音的时候 那么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不能越过这一个就是 当你那样生活的时候 当你被死亡统治 放纵自己的肉体和情欲 那样生活的时候 你是可怒之子 什么叫可怒之子 就是上帝的愤怒 一定会在你的身上 很多人呢 就特害怕说上帝是愤怒的 糟了就跟你说 耶稣爱你 你知道神多爱你 我跟你讲 你如果不明白 上帝的愤怒和审判 你绝对不会明白 耶稣有多爱你 真的 我们一定不要把这个 就是我们那二元法 就特别影响到 我们整个人的事情 判断 我们觉得神是爱 他就不能 愤怒 神爱我 他就一定要容忍我 神爱我 就是我祷告啥 他都给我 这就是爱 No 神 救恩的前提 救恩的前提 耶稣定上十字架 为我们舍命 他的前提就是 神对罪一定是恨物的 神一定是愤怒的 神一定是有审判的 一定是有审判的 我再说一遍 一定是有审判的 我们每个人 都要去面对神的愤怒 因为如果神没有愤怒 我们就不需要救恩 对吧 可是当我们去面对神愤怒的时候 耶稣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 就是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 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我们一起读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若不是神在我们在死亡状态的时候 在面对死亡那种无力 甚至不自知的状态的时候 唤醒我们 给了我们盼望 人绝对不会有盼望 因此我们一直在说 复活 有一个复活的盼望 耶稣真的复活了 一定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一定是核心的 你相信耶稣为你死 那冲心量 他就是一个英雄 为你死了 他是一个圣人 可是他复活了 证明他是神 因此我们的信心 不单 这节经文特别 我在预备的时候 我都是 我真的 我在写讲闹稿的时候 我都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好 我都觉得 哎呀主啊 你简直了 就是 不单 是 你跟着我 一定要认真 千万别睡觉 不单是耶稣复活 战胜了死亡 我们都一直说 对吧 耶稣复活 战胜了死亡 证明他是神 不单是这样 你看到他说 便叫我们与基督 一同活过来 你原来也在死亡当中的 可是你可以和耶稣 一同活过来 耶稣复活了 耶稣战胜了死亡 他是让你可以跟他 一同活过来 不仅是证明他是神 他是神 不需要被证明的 弟兄姐妹 他是让你也可以 在死亡里面活过来 所以他招你要出 那个死亡的状态 被罪捆绑的状态 让你可以活过来 跟他一起活过来 所以我们每次的聚集 我们每次弟兄姐妹 打招呼 你好你好 哎呀好久不见 我们一定要说 活着没 活着没 让我彼此问问 我们真的是一个 活死人 还是我们真的是 活在耶稣里面 我们要确认自己的生命 是活着的 不单如此 他又叫我们与耶稣基督 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 就是他在耶稣基督里 向我们施的恩慈 显给后来的时代看 哎呀这个一同啊 真的是 真的是特别特别感动我 就是神的恩宠 神的爱 神的生命 是让我们一同得到的 所以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去掰饼 我们是也一同领受 神爱教会 神爱我们 我们是一同 我们是与他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所以弟兄姐妹 不仅是 耶稣基督 他的爱 他的恩典 他的怜悯 不仅是为信徒 为我们带来了救恩 不仅是为我们 带来了好处 带来了平安 带来了喜乐 每次我们聚会结束 我们都说盼望平安喜乐 跟着你走 对不对 他不仅是 给我们带来这些东西 你知道吗 他更是让我们去 参与到神的复活 参与到神的工作里面 弟兄姐妹 如果谁家特别有钱 只能拥有钱 现在大家太物质了 如果谁家特别有钱 你去他家做个饭 你去他家做个课 然后他就给你 很多很多好吃 你是不很高兴 是吧 可是那个高兴程度 有没有说 他说来 就住在我家 就跟我一起生活 你要哪个 你就是去吃个好东西 就走 还是就住在他家 要哪个 大点声喊呗 就一定得跟他混 必须得跟他在一起 那今天耶稣给你的 就是这个生命 他邀请你 他不仅是要给你好处 他不仅是要把救恩给你 他让你可以参与到 这个救恩当中来 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的神呢 他特别爱我们 这种爱就是 他不怕被mess up 有的时候你孩子说 我孩子说 妈妈 我今天要跟你做饭 你就要想 你要花双倍的精力 要跟他一起做饭 然后他还觉得 他在帮你 你知道吗 然后你就说 好你跟妈一起做饭 然后我小的时候就这样 我愿意帮我爸洗碗 我爸要求可高了 我就愿意帮他洗碗 我说爸 我现在特别不愿意 就是那个时候 给我爸伤的 然后我说爸 我帮你洗碗 爸说洗碗 洗完了之后 我就看他偷偷又去洗一遍 那是自尊伤的呀 碎一地啊 我洗碗不好 不洗了 但是你知道吗 就是神他就是这样一位神 他愿意我们参与到他的事工里面 不怕我们make a mess 知道吗 不怕我们整乱 他就是那一个爱我们的神 他会再去把他弄好 而这一切的事情 他为了让我们知道 他爱我们 包容我们 让我们可以更成熟起来 所以神呢 耶稣基督他邀请 他所有爱的人来参与他的身体 所以你知道 耶稣基督邀请我们去受洗归向他 与他一同埋葬 与他一同复活 耶稣基督让我们去吃那个饼 喝那个杯 就是都是让我们去参与在他的工作里面 你知道吗 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地明白救恩 就是救恩不是神给你什么 当然神给你了 更多的是神邀请你来参与到 与他同行的里面 所以一个信主的基督徒 一个真正爱神的人 他就要知道说 教会就是一个让他去参与的一个地方 我们来读第八节第九节 我们很多人都能来背了 他说你们得救是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我们都知道恩典是耶稣的 这里面我要说 这段经文其实我们之前讲过 是以八九节为中心的 但是今天 我试试跟大家讲 主要就是讲 耶稣基督他的恩典 是完全是他做成的 对吧 那么怎么完全是他做成的呢 我举个例子 这个世界上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对你来说 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你一点都没参与 是什么 就是你的出生 跟你没什么关系 如果那个事情不重要 今天就没你了 对吧 可是 你没参与 是你爸爸妈妈的努力 我们的新生命也是一样 完全的恩典 我们里面有这个新的生命 被神呼召从死亡出来 神给你光明的那一刻 你知道我有灵 我有圣灵 圣灵会提醒我 那个事对 那个事不对 圣灵会提醒我要去悔改 圣灵会提醒我要去顺服神的心意而做 那个生命 那个生命 没什么可骄傲的 那个生命是神给你的 这就叫本乎恩 也因着信 所以我们不能自夸 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人参与到重生里面 那个就是像新生命一样 是神他自己造成的 但是我们却知道 我们拥有的一切 今天你拥有的一切 是父母给你的礼物 对吗 今天你拥有的新生命 也是上帝给你的礼物 所以我们要把握今天 所以今天的经文 中心经文是第十节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备注它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我们的生命里面 你不要说在你信主那一刻 神给你这个新生命 神早就预备好了 你原是他的工作 神预备了这个新生命 要给你 当你有这个新生命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你有了新生命 一个小baby 当他生出来的时候 他怎么知道他是个新生命 他却要感知这个世界 对吧 他要跟这个世界互动 然后他要使劲地去咬 咬自己的手 咬自己的脚 然后咬咬咬咬咬 疼了他就知道 哦 这是我的手 哦 这是我的脚 那今天我们的新生命 也是一样 当你里面有一个上帝 给你的新生命的时候 这个是很tricky的 就是因为 你是很难看见的 因为你还现在 活在你的肉体里面 那你怎么确认 你是有这个新生命的呢 真的是要看你的果子 所以我们说信心和行为 这是一个悖论 对不对 你说我不是靠着行为得救 是靠着信心得救的 我相信神 可是你要有信心 一定会有行为 那么我们不说这个事情 我们不说这么 好像神学的东西 我们说什么叫结果 就是你做一件事情 一定会有果子的吧 一定会有结果的 对不对 所以你的新生命 也会结果的 中文很好 结果 结果 你的新生命也会结果的 你做一个事情 它的结果是什么 你的果子怎么看 你的结果 你生命里面结出来的果子 跟耶稣有关系吗 这就是你新生命的彰显 你的生命你信主 一年两年 十年八年 十个一年 十个二十年 二十个一年 I don't know 你的生命状态如何 要看你的生命 真的有这个果子结出来吗 你是应该去工作的 每个人都应该去工作的 因为我们去工作 我们才能够成为 这世上的光和世上的彦 对吗 可是你的工作 里面有耶稣吗 你说 那我去当牧师好了 欢迎 欢迎 热烈欢迎 我跟你讲 以后我会说 更可怕 赚钱 你去赚钱 OK的 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你的赚钱里面有耶稣吗 你去学习 孩子们 你们一定要努力学习 因为上帝给你们的份 现在就是要做一个学生 吃好 睡好 学好 就是你们的工作 可是你们的学习里面 有耶稣吗 我们的敬拜 我们的敬拜里面 真的有耶稣吗 原来我经常开玩笑 我们敬拜赞美队的时候 培训我以后也会说 唱歌 主 我 so love you God I love you so much I give you my life 然后唱唱就唱唱 I give you my wife 拿走吧 我的老婆你也拿走 我钱你也拿走 但是我没法奉献 这么麻烦哪 我们的讲道里面 真的有耶稣吗 我们小组侍奉里面 有耶稣吗 我们大家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我们好的过程里面 有耶稣吗 你不要说 在教会里 就一定有耶稣 不一定 所以我们每一次 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都是要去警醒的 甚至 很敬钱的人 我要说 真的是很挑战 甚至一个敬钱的人 也可能死在 过犯和罪恶当中 为什么 因为耶稣就说 法利塞人是 粉饰的粉墓 他做的事情 都很敬钱 他就是天天 在教会里面 但是他也可能是 死在过犯和罪恶当中 而不自知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很小心 我们的行为 要看看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没有 好的果子结出来 真的 有没有好的果子结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什么是死 什么是生 我们每个人 每一个人 不管你信主不信主 不管你在教会多长时间 你终究会为 因着你过了一个 没有神的生活 而被定罪 我再说一遍 我们每一个人 终究是会因为 你过着一个 没有神的生活 而被定罪 如果你的神 只出现在 主日上午的 一个小时里面 在你的生活 其他方面 都没有了 耶稣的踪影 你要去悔改了 耶稣没有呼召我们 去活在 礼拜天 上午的一个小时内 耶稣让我们活在 每一分 每一秒当中 如果我们已经是 在恩典当中的人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新的活法 真的 就是让你的新生命 可以活出来 不管你今天是多大岁数 你都可以活出 一个新的生命来 所以我总结了一下 人 只有两种活法 要么活在罪中 受罪的影响 要么活在基督里 受主的影响 要么侍奉那个暴君死亡 要么去侍奉主耶稣 你选哪一面 希望我们现在都已经 是如今的生活了 这就是我们讲 今天你的生命在哪边呢 我不知道你之前如何 但是 我希望今天你可以做一个决定 可能有些人他 进主很久了 但是从来没有做出 这一个决定 所以我今天我想邀请大家 你愿意的话 可以来做这个决定 就是今天去选择 不再侍奉死亡 而去侍奉耶稣 如果你愿意 可以跟我一起 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亲爱的主 我承认我是个罪人 我曾经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你叫了我的名字 把我招出来 愿我不再私奉死亡 单单侍奉你 奉主耶稣的名 祷告 Amen 尔夫所说 他后面会说 这是我接下来要讲的 所以我提前跟大家讲 他说这样呢 你们就不再做外人和客律了 当耶稣救了你们 我们就与圣徒同国 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了 是一个家庭关系的改变 我们原来活在罪恶当中 可是今天我们在神里面了 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应用 今天的应用是什么呢 就是希望大家 每天能过一个警醒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都很忙碌 真的 我们的生活都很忙碌 我的生活也很忙碌 而且尤其是 我要去忙碌一些所谓的 看上去很敬钱的事情 我就更需要警醒 我的敬钱里面有耶稣嘛 但我想弟兄姐妹 你们也应该有跟我一样的 这样的警醒 或者我也应该有跟你们一样的警醒 我们应该彼此勉励就是 我们的生活里面有耶稣嘛 我的忙碌里面有耶稣嘛 我每一个post it post it上面 跟耶稣有关系嘛 如果你的忙碌 跟你的非基督徒朋友一样 那你要小心了 他忙着送孩子 去参加各种课外课 你也在忙着这样做 他忙着赚钱 你也在忙着这样做 他忙着刷手机 你也在忙着这样做 那你要小心了 你的新生命在哪里 如果你的生活方式 跟一个非基督徒一样 除了礼拜天上午 那你要小心了 如果你的渴望 你跟神的祷告 那个欲望 跟你的非基督徒朋友一样 那你要小心了 我们在忙着些什么 你说那牧师 那我还求啥 当然要求 你求你孩子 能上一个好大学 不是为了他 可以光风要左 是为了他将来 可以在世上 成为更亮的光 可以去影响人 你求神 让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不是为了今天你健康了 明天你可以去坐游船 坐游世界 而是为了你有健康 可以更好地去传递神的福音 对吧 所以你要很清楚地知道 如果你已经找到了 一个新生命 如果耶稣已经找到了你 你是一个基督徒了 我下面的话要听好 就不要再用你的新生命 重新回到死亡的道路上 神给了我们这个新生命 如果我们用新生命 重新再拼命地 拼命地 去追求这世上的价值 追求跟耶稣 毫无关系的 每一样东西 那福音就毫无意义了 所以 我请大家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面 真的是要 每天 好好地去分辨 你的生命里面 哪一些 是跟神有关 哪一些是跟神没关 让你的每一件事 让你吃喝拉撒睡的 每一件事 都跟耶稣 建立起关系来 相信我 一定可以的 因为耶稣说 它就是生命的量 在你吃的时候 它与你同在 因为耶稣说 反耶和华所爱的 必安然入睡 在你睡觉的时候 它与你同在 所以你每天的 大事小情里面 它都会与你同在 所以希望弟兄姐妹 可以过一个 警醒的生活 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父神 我们感谢赞美您 愿你与我们众人同在 让我们可以 一同警醒地 来跟随你 当你呼召我们 这一群人 成为一个教会的时候 求你真的让我们 在新生命里面 彼此连结 彼此鼓励 让我们可以 一同来去 主啊 就是以你为头的 你带领我们 去经历 那更美的生命来 感谢赞美什么 如此祷告 是奉主的名 阿们 那我在结束之前 有一个小小的广告 就是我们下个星期开始 我们也会组织一个 9月份开始 大家一起一个 24天的一起灵修 如果你愿意呢 可以在你的职场 组长去咨询 那么我们是用 YouVersion的方式 如果你之前参与了 你也可以知道 那回头呢 我们会下周 会把这个二维码 什么都给大家打出来 让大家一起来参与 那么今天我们 还有一个特殊的环节 就是我们有 洗礼的见证 我相信这个夏天 大家特别 enjoy这个见证的part了 对不对 好 谢谢 我们有请Angela 我们欢迎她 Angela姐妹 是Peter姐妹的 Peter弟兄的姐妹 sorry 谢谢上帝祝福你 里面是受洗证书 我们还是为她来祷告 他们夫妻两个人 一同在 我们的7月份受洗了 特别美的 那么也希望 记住她的名字 也记住她的脸 那她是我们里面的新生命 我们大家一同来陪伴她成长 好吗 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父神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带领 Peter Angela 他们两个人 一同来领受着生命之恩 主啊 愿你可以祝福他们 祝福Angela 可以成为一个财德的妇人 由你从你而来的智慧和聪明 帮助她的丈夫能建立家世 也带领他们二人 同心合一的在神里面 去寻求主你的心意 让他们的家庭生活 夫妻生活 教会生活 都是越来越健康的 让他们可以跟随你的脚踪行 我们如此祷告 是奉主的名 Amen 我们请安静来做见证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 今天我怀着无比感恩的心情 在这里分享我的受洗见证 早在大学期间 我也深深地被世界文学史的 许多圣经故事所吸引 那些故事中的智慧和启示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随着求学和工作的脚步 我似乎一直也在见证神迹 虽然成长的过程中有起有落 但有一种力量一直引导着我 从北京再到温哥华 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在生产的时候 因为刀口感染长达两个月不能站立 陷入了很严重的产后抑郁 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是非常艰难的 在最无助的时候 也感受到了神默默地扶持着我 正如诗篇23章4节所说 我虽然行过死因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账 你的肝都安慰我 另外一个深深感动的时刻 就是大概两年前 我们全家决定移民加拿大的时候 就对未来的不确定和 对现有生活的这个反复的权衡 也让我们感觉到非常彷徨 但冥冥之中 有一种力量在鼓舞着我们 让我们最终还是很勇敢地 向前迈了一步 正如腓立比说4章6到7节所说 应当义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地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耶稣基督中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今年年初的时候 也有一位朋友 带着我们一同走进了教会 这一切似乎就有了答案 就贯穿我生命的力量 就是主耶稣 听牧师讲到 我也逐渐意识到了 自己的罪和软弱 也逐渐意识到了 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要坚持 在不重要的事情上要开放 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要有爱 在过去的快两年的时间里 我们家也见证了 主的奇妙恩典 现在的生活也比我们计划的 更快地安定了下来 主耶稣一直在引领我们 赐给我们力量和智慧 尽管现在还是面临着 孩子很小 时间管理等诸多的挑战 我们也努力确保 每周能够来到 主日崇拜和小组活动 我和家人的关系呢 也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在主里呢 彼此扶持 共同成长 今天我在这里宣告 我愿意与主耶稣同行 开始一个全新的生命 我深知未来的道路上 会有许多挑战 但我相信在主的带领下 我们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境 愿一切荣耀和赞美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看看咱们家里有什么事发生 9月22号我们有一个儿童奉献礼 报名截止日为今天9月8号 报名请联系咱们的教会行政人员 有个好消息是今天主日结束后 有Kick Off教会的这个BBQ的团契 请弟兄姐妹们积极参加 也请报名成人主日学的弟兄姐妹 先到楼下参加团契 在12点半回到我们中文部 参加成人主日学课程 因为今天这个团契呢 本周的上课时间是12点半到14点 那么因为咱们这个第一堂结束后 大家都要回家或者各忙各的 也欢迎大家在第二堂结束后 回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教会的BBQ团契 后面是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半 中文祷告会 祷告是现场和现场的同步 谢谢大家 好我们有请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一同低头来为教会的奉献来祷告 哈利亚阿爸天父我们感谢咱们祢 主啊谢谢祢 我们是祢手中的一把祢 愿祢来雕塑我们 主啊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 神啊祢的圣灵 浇灌 主啊祢是死而复活的神 主啊祢复活的大人再次来复辟我们 主啊我们谢谢祢 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活出 祢的基督的样式来 主我们都向祢献上感谢 主啊让我们在不管在任何的奉献 还有时间的奉献 主啊愿我们在祢的事工上有份 主啊能够得着神的一切的荣耀 主我们谢谢祢赞美祢 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我们目前教会的奉献呢 还是有三种的方式 一种是你可以去教会的官网 或者是后面有奉献箱 或者你也可以邮寄支票到教会的办公室 如果您是新来的朋友 请不要作难 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 好现在我们有请Maggie牧师为我们助导 我们一起来起立用主导文 结束今天的礼拜 主耶稣教导我们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征祢的名为圣 愿祢的国降临 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你先领受祝福 愿耶华赐福于你 保护你 愿耶华的脸光照你 伸给你 愿耶华向你仰脸 赐你平安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我们一起来团契 好 我们唱这首团契歌的时候 我邀请弟兄姊妹 从你们座位上走出去 然后至少找三位弟兄姊妹 跟她说 好 走过 看吧 找三位弟兄姊妹跟她说 愿耶华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 好 我们一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充满日常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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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下请请何思语 以外国改为你祈祝 ский 预恋 悱 我已心意 但万世与现实 生不为消失 好异的恩典正义 用生命与我为我实习 让我充满天长的能力 让生活想起先祭和思雨 因为我愿为你去遇 并捧手 并我坚弃 我只愿 我已心意 但万世与现实 生不为消失 好异的恩典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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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